月光之下 阿赵见路易 惊吓同仇敌凯 生死相依的神情 想到昔日这二人对自己欺骗 心中度火熊熊燃烧起来 皎洁月光似乎变做惨白色 洒在阿赵脸上 愈发硬衬的他阴森邪气 突然 惊吓闪电般掏出手冲 只听喷喷两声 阿赵身后有两名侍卫倒地不起 如此一来 阿赵愈发急怒攻心 会长只取路易胸口 中毒的路易自知不是他对手 往后跃出一仗 惊吓手冲急忙对准阿赵 树林中再次碰一声闷响 可惜阿赵飞身躲避过去 原惊吓 你 阿赵没想到惊吓竟真要取他性命 又是伤心又是愤怒 欧阳府书房中被路易双掌锁进内伤 再次隐隐作痛 别跟他们废话 抓住再说 一名脾气火爆的黑衣侍卫 举荐对准惊吓 飞升过来 路易提口气与之交手 几个回合之后 他冲惊吓说道 休要管我 快走 不 大人 你说的要活一起活 要死一起死 惊吓与另一名黑衣侍卫 在旁边动起了手 路易受伤了 阿赵在旁边观战 此时他若放暗器伤惊吓 简直一如反掌 但他十分痛恨自己 怎么也下不去手 心刀 也罢 那心路的中毒颇深 顾莫坚持不了多久 就让义父的手下 将他俩擒住再说 在千军一发之际 突然从树林中 蹦出一只浑身棕色斑稳的猛虎 张开血盆大口 猛地扑向阿赵 也是路易 惊吓命不该绝 一大早残服的夫人周宇 带领武馆训寿师 将红叶山中老虎 搭回武馆之时 土中有只老虎跑掉了 正是突袭阿赵的这只 欧阳府众人 避开老虎之法 与玲玲之法相同 也是每人一个香囊 只是可惜今日阿赵 打斗中将香囊弄丢了 三名黑衣侍卫 顾不上路易 惊吓了 赶紧停止打斗 奔过去救阿赵 这猛虎真是救星啊 路易 惊吓急不往农密树林中奔去 只是他们逃跑方向 欲发偏僻 这是第几集 此时天际已转为灰白色 茂密的树林中 尘雾弥漫 惊吓搀扶路易 坐在一块大青石上 大人 你在此休息 我去寻几枚野果 既能解渴又可冲击 惊吓迷眼打量四周 却看不清楚 哪棵树上结有果子 不必了 惊吓 路易已经疲惫至极 强撑着一口气 环石四周 驱弱道 这陈雾中瘴气有毒 你坐下来等陈雾散去后再说 是 惊吓坐在青石旁边 已经疲惫不堪的 他绝头脑昏晕 片刻之后便手撑下 何必沉沉睡去 路易携失惊吓 灿然一笑 醒道 看来你我夫妇二人 今日要埋骨于此了 晨光中 路易盯着惊吓圆脸 眼中已含泪水 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 喃喃自语 早知如此 我便撮合你与谢霄 嫁于他 你定不会承受如此密鼎之灾 惊吓 对不起 路易和盖书 心思缜密地路易到红叶镇不久 便自己查看过地图 他与金家所处树林人际罕志 早已偏离昔日百姓经常打猎之地 就算层服 谢霄等人尽善寻找 也定难以找到他们 睡梦中的惊吓突然觉得 厚薄耿清凉中带着奇痒 不由自主地探手挠痒 可他万万没想到 手掌碰触到的是一个软绵面 长长的东西 蛇 惊吓尖叫着哭出声 那条挂在他身上的金色巨蛇 回头吐着长信子欲咬他 生死攸关之际 路易闪电班会长打掉毒蛇 可那条摔进草丛的毒蛇宛若不甘心斑 吐着长信子咬伤路易脚踝后 瞬间消失在草丛中 路易顿角阻腕一马 身体晃动几下后栽倒 大人 惊吓哭着跪地扶起路易 哽咽道 大人 你怎么样 都怪我都怪我 卑职太没用了 路易觉得眼帘沉重至极 低声说道 莫要哭 惊吓 听我说 此时尘雾散去 阳光透过树叶缝隙照在路易脸上 他嘴唇干裂 俊秀的脸变得全无血色 喘息着说道 惊吓 昔日我曾对你说过 我是大人 你要听我的 恩恩 惊吓一颗心秃秃直跳 脸色金黄 大人 你有什么吩咐警官说 赴汤蹈火 卑职在所不辞 路易望着明眸好耻 容颜涓好的夫人 拍手为他屡顺额前乱发 继续说道 莫要管我了 你带好账策 悄悄下山羽层服 谢霄他们一同回京城 我身中剧毒 听天由命吧 不不不 我不走 惊吓眼中含着泪水 紧紧抱着路易 固执地不肯松手 大人 你说过的 要活一起活 要死一起死 路易还想张口说话 可是觉得眼前一切晃动模糊起来 再也没有力气强撑下去 垂眼失去意识 惊吓大惊 却也知晓不是悲春伤秋之时 抱着路易脸下心神 书弟想到大人脚踝被毒蛇咬伤了 他小心谨慎地扶路易躺好 脱下他一只鞋挖望去 只见路易脚踝肿胀如馒头 反着青紫色 思虑片刻 惊吓用手指挤压肿胀之处 但丝毫未见淤血从伤口移出来 管他呢 惊吓一咬牙 弯腰用嘴将路易脚踝处的淤血吸了出来 他怕自己中毒 连连往外涂唾液 宛若吃了不干净东西一般 惊吓即使不快 又随灵灵带了那么久 自然对山中一些草药熟识 他见路易脚踝肿胀有所缓解 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 到附近采了些草药 揉出药之后 附在他脚踝处 惊吓盘息坐在草地上 望着昏迷不醒的路易 流下眼泪来 两条泪水在阳光下泛着隐隐光芒 过了约一柱香功夫 疲乏至极的惊吓 双手脱下和晨晨睡去 不知过了多久 路易竟然神奇般慢慢张开双眸 觉得五脏六腑 四肢百还不再痛如针扎 浑身清爽中满是力量 书底 路易想到在枫林傲 林林为自己解毒之后 也是如此 莫非我吃解药了 原本打瞌睡的惊吓见路易醒来 高兴地说道 大人 你醒了 太好了 说完日伸手搀扶他 不用 我自己可以 路易矫健地起身 环视四周 这个侧颜打几分 惊吓难以置信地望着路易 呼地说道 大人 您这是没事了吗 他手臂一伸 望着上有药草痕迹的手心 小声嘀咕 我随手采的草药 居然将大人医好了 路易内力深厚 自然能听清楚惊吓的话 他心中琢磨片刻说道 我也不知晓是怎么回事 总之 感觉与梅中毒之前无异 走 当务至极 先下山要紧 是 惊吓小跑根在路易身后 昔日那种天塌下来 有人顶住的感觉又回来了 心底异常开心 两人走出极理路 抬头见浓密树林中 树叶遮天蔽日 林中阴沉沉地望不出很远 路易驻足 宁静眉心说道 此处人机罕至 该是偏离红叶山太远 如此不便方向乱走 还不如在原地休息保存体力 树林中静悄悄地 偶尔听见几声鸟叫 惊吓四处张望 也是心急如焚 太阳逐渐偏西 惊吓 路易已然好久水米未尽 路易见身边一棵梨子树 纵身上树摘了几个 正要扔给惊吓 输地寒光一闪 路易知晓是冰刃在阳光下闪耀 不觉心头一领 清月下来 冲惊下十个颜色 两人随即藏身在浓密草丛里 不一会儿 阿兆声音便再次传来 原惊吓 我告诉你 路易中毒已久 倘若再不一致 哼哼 草丛中 惊吓暗自懊恼 这该死的阿兆 追得真够紧的 早知如此 小爷当日在红叶山遍不救他 路易冲惊吓摇摇头 二人正欲悄悄溜走 抬头一看 惊吓后被寒毛兜立了起来